一旧76年的时候 靠谷工作者在山西州报警的风向线 意外发现了一座已经被刀幕贼盗了200多岁的故墓 此后景国转家醒库的发掘研究 最终确定这个墓的主人是秦国 自斐智凯斯第18位国军秦敬公 秦敬公是秦桓公的儿子 秦桓公去世之后秦敬公上位 秦敬公继位的时候秦国跟金国在内关系算是彻底滑来 由此前的秦金子号变成了秦金子堆 秦桓曾经带着主侯连军一直打到了秦桓府邸 所以秦敬公上位之后就扁了一口气 想把秦桓往四了吹 但党时秦桓实力要比秦桓强 秦桓要是照秦桓胆来很有可能连不过 所以秦敬公就大算照个绑手 于是秦处CP正式上线 秦敬公还把自己的妹子夹给了处国国军处公王 此后秦敬公边拍四者刀处给他妹夫处公王说 走赶紧走 你张梦哥让你给他一块去打秦桓 秦桓往一看他张梦哥过着帐上帮忙 赶紧给秦桓撕着说 行行行我妈的你想回 咱们到处就来了 但是秦桓这大臣自浪却反对 自浪给秦桓说 秦桓现在确实很厉害 咱要不然就不凑着热闹了 不干到时候让人家把咱给黑吹一顿 可是秦桓往给自浪说 那都答应了张梦哥了 咱不去不合适 咱说秦桓要是再不守时 咱秦桓以后也跑昏 于是秦桓拍柄 秦桓在雾城大后援 秦桓就带着人去打秦桓 那年就是那么跳的 秦桓遇到了自然的灾害 人呃自身逗退了 而秦桓在秦桓就把秦桓一顿黑锤 完事就回去了 这次过去几年之后 秦桓这个恩爱妻强痛的主护果 一块跟秦桓婚一块跟出国婚 最后自己还要去打松果 松果是秦桓的盟果 于是之后秦桓就把秦桓给围了 秦桓秦桓秦桓跟秦桓久缠的事情 又发柄大的一次秦桓 这次秦桓派了两个书账 书账包和书账物分别带队给秦桓干 秦桓留守的大事叫施房 施房这个人拜承挺厉害的 但是这次由于请敌 最后让秦桓给大败了 秦桓这次虽然是吃了败账 但秦桓党次的国军金刀龚 是理事长用名的能人 也是党次的八柱 所以在秦敬桓十八年的时候 秦桓带着十三个祖桓国 一块过来全有秦桓 秦敬桓这次学聪明了 你们这本二伙 在个八大闹大的时候 就把我们全有雷顿 这次又想来 于是秦敬桓命的秦桓是 驾撞掰推给你大小好战 就是给你正面冲突 祖侯连俊最后一直嘴过了井河 这个时候连俊可能也累了 于是就写哈 然后秦桓就在井河那块 给祖侯连俊汗花 你们绝对哈 流淌的是那么大秦过的井河税 井河的税是那么的 你们不要喝 喝了就要刮 然后连俊就不行 饭过来给秦俊汗花 闹子不行 闹子偏要喝 秦俊就说你不行 你死一死 连俊哈哈一声 闹子死死就死死 然后咕咚咕咚咚 就开始喝井河的税 喝完就光荡一声就倒了 因为秦俊在井河里边下了毒 所以井河税那会儿 谁喝吧 谁挂墙上 这样祖侯连俊的井河点 就造出到了中创 本来这个祖侯连俊 醒就不太齐 经果是确实像报仇 咱其他祖侯过 就是像着给老大锅的 剑袋装备 一死一哈就酸了 不用那么太真正 这哈不但没大厦杂装备 发着井河税毒死的大骗 所以连俊就有人不向大了 但金果将令 巡艳铁着心 非要跟秦国干 于是就跟连俊下令 明显造势 大家都把租一填 跟着个骂头的方向 咱一只大了秦国的 老仇报警 去呛干白皮 巡艳党司的原话 是这么说的 几名儿家 塞进一遭 唯于骂兽四战 于是又这就出了 成语叫骂兽四战 用来吊死要跟着 领到浩浩昏 但是金骏另外的首领 鸾眼不想再大了 就跟巡艳说 还让我们为你骂兽四战 我为你骂狗子四战 你自己一路想洗漫漫打 你去吃你的干麦皮 反正我要回来 鸾眼车推之后 连俊一看 哎呦喂 老大的人都溜了 咱还不敢进溜 咱都还瞪着溜在秦国关家 于是祖国连俊也退卷了 这次金骏为受的祖国连俊 虽然也过了井河 大入了秦国腹地 但连俊没有占多大的便宜 那个鸾眼塔地鸾井 还让秦军给打死了 这张大完世界不长 金国国俊金刀龚就刮了 金国换了国俊之后 秦国和金国就不像再继续大仗了 于是爽访 断断续续就首战了一段世界 秦敬龚年龄慢慢也越来越大 最后再打了40年 国俊之后去世 似后葬在了永城 秦敬龚的目 就是现在暴击风小的秦龚一号大目 秦敬龚在位期间 秦国实力不算是太强 但毕塔巴秦桓在位要厉害 算是恢复了一段秦国的实力 尤其是考古工作者 在秦龚一号大目的 发现了黄肠提出这种 舔字转文的高级活 就表明秦敬龚实际的秦国 虽然没有党中原霸主的能力 但是秦国要懂处的项目标 以至没有放弃过